基本上现在俄乌战争这个变化 事实上我认为还是受到外环境的影响 主要美国总统的大选跟俄乌战争 现在到底对乌克兰有利还是对俄罗斯有利 是很有关联性的 所以对于现在执政的美国的民主党来言的话 他们当然希望俄乌战争 乌克兰要有一些战果 所以才会允许这个哲伦斯基 把军队打到俄罗斯的境内 可是问题又打得不怎么样 对啊成绩不怎么样 那现在不但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这个战果 现在有人说占了1100平方公里 有人说现在只剩下900平方公里 有人说快2000平方公里 可是呢基本上你没有看到俄罗斯把大军 调到那个乌克兰新开闭的战场 那反而就是说原来的既有的战场 现在呢在这个就是说红军城的部分 我看最近的报道 这个俄罗斯军队只差8公里就要进去了 8公里是很短的一段距离 已经濒临沉下了 如果这个红军城被攻下来就是 从2014年开打的俄乌战争 那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胜负观点 那就要进入拐点了 乌克兰就惨了 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的话真的 我们看是哪一个媒体在报道了 不过整个来说的话 我一直就讲 如果说俄罗斯真正军下风的话 他就不会只拿这些军队在地上 拿些什么飞弹跟你打一打 他那个战术性核武就要用出来用 就会出动了 就要出来用了 那个是真正你可以来判定 俄罗斯在战场是 他觉得情势还对他有利 还是对他不利 还是受到很大威胁 他需不需要出动这些 对他手上的武器 他有10种的话 到程度来说他只要用到 5这一层级 等他用到6跟7的时候 那就事情真的闹大了 所以整个局势现在透过这样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另外在欧盟乌克兰军事援助任务的授权法案 欧盟你将协训乌军人数提高到7.5万 乌方期待呢 能够把部队训练移到乌克兰境内 那斯多伐克官媒部表示 看不到太多前景 在匈牙利也可能会反对 这个欧盟说实在我觉得就是非常虚伪 而且这一次在整个问题上 你可以看出来 他基本上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其实你说乌克兰这个国家被毁掉70% 欧盟这个组织事实上受伤也蛮重的 第一个他让这个世界都看清楚了 欧盟什么自独立自主 欧盟就是美国的附属机构 完全在美国的压力下看不到他自己自主 然后呢冬天又快到了 他的这个燃料尤其天然气的价格被美国人 赚了四倍比过去多了起码四倍 而且你没地方买的 你不能跟俄罗斯买 你只有跟美国买什么买液化天然气 让美国赚满了 对然后呢欧盟各国现在不需要美国怎么样 美国下命令说你们把这个 把这个GDP3%用在国防预算 现在都自己加钱 买的是什么美国武器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欧盟 有人这样提议 可是呢很多国家会不会同意的 所以呢如果欧盟要走这一步的话 那你要看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怎么讲 俄罗斯已经大概都提出警告了 就是说希望这些欧盟不要玩火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欧盟就是一个各种声音都会听得到 可是你要看他有具体的政策的话 我觉得这个政策不会有出现 而且呢欧盟现在我看到很多报道 他们都很担心一件事 就是如果川普上台的话 那整个俄乌的战事 会有急转直下的发展 到时候留下的欧盟 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美国部分 美国白宫呢官网发表了声明 在8月30号当天早的时候呢 看到以色列军队在加萨走廊 拉法市的地下隧道 发现六具被扣押的人员 遗体当中的人是美国人及到党军 我特别要讲 因为这段时间 大家注意力都关注在中东 关系到俄乌战争方面 然后对中东来讲 大家就反而淡忘 可是中东我特别要讲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 在加萨 加萨为什么以色列 这么强大一个军力 打了快一年了 居然连加萨小小一个地方 到现在还没有打下来 那现在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特别要说明哈马斯 他来讲的话 他原来有24个营的兵力 那当然在以军的攻击之下 他有一些兵力 有一些营被打残了 可是你知道这24个营 在这段时间 因为以色列的 对在加萨地区的这种 这个产无人道的这种作为之下 那很多的这种哈马斯 很多的巴勒斯坦的民众 全部都加入了哈马斯的阵营 所以他这24个营 他又恢复了战力 恢复了他编组 所以以色列在这个地方 可以说我觉得这场仗是打一个心酸 打了半天没办法 反而得罪了更多国家 那现在我觉得以色列自己在这边 等于说是进退维谷 那这个纳坦雅胡纯粹是为了个人的一个政治前途 他不愿意结束这场战争 他不愿意认手 可是连加萨 你以色列到现在 你连加萨都打不下来 那你更何况你北边的真主党 还有伊朗来讲 你前阵子又到伊朗去实施暗杀 这个人家哈马斯的首领哈尼亚 这些事情 我觉得以色列来讲 现在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你如果没办法结束 加萨地区的战争来讲的话 你后续来讲 这个地方如果你陷于一种消耗战 十九战的话 其实对你国家是不利的 因为你毕竟来讲 你国土的众生有限 你国土的资源比较受困 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来讲 都面临倒闭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在红海那边 你很重要一个经济命脉的咽喉 又被胡塞组织在这边横打 前两天我们看到 胡塞组织去攻击一艘游轮 那大家只觉得这艘游轮被炸了 我倒是比较关心说 为什么这个胡塞组织 可以到这条游轮上面 去放了炸弹 把这艘游轮炸掉 那欧美这些国家 不是号称要在以色列那边 实施护航吗 要怎么护航了半天 一艘游轮被炸掉 所以我觉得中东这边来讲的话 美国来讲 虽然说是他一个人民被残害 你在那边叫半天 你有什么用 你不是力挺以色列 力挺到底吗 我现在反而认为说 美国来讲的话 拜登现在 他一直希望说是 在这个大选结束之前 那中东这边不要有太多的 这个变化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变换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前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